我們再來在日子HC上代的疫情改喉 就是慶政不用通報 確認不可以不用隔離 嚴國以外就提出說 這並沒有代表說新的執政的危機改毒 若是欠缺的危機 沒辦法有效的改善 影響的不是被人跟照顧品質 未來也有可能出現沒有優惠 投影的狀況 新冠危險在全球關卡超過三年後 再來要到一陣 緊接向外改善經濟不用通報 確認也會不用隔離 不過以外提出這部代表新的執政的危機改毒 由統計發現 生活疫情期間國內部份醫療醫所 疑似因為進度不夠 和控有性困的戰畢快速提款 因為全部都抗要性的 那你有這些要沒這些要大概都一樣 醫所表示 第一次期間執行控有性管理的政員 也要導致奉益和這次第一次照顧工作 也感謝影響控有性的管理 只要讓控有性戰畢配管 如果情力欠缺負責無法度 來改善影響不僅是被人跟照顧品質 甚至未來可能出現沒有優惠通用的問題 所以目前國內新冠疫情等候 較早見證明免控不勉強理20陣路 不過觀察映發現 每天的西方人數 也差不多有30到40人 今天下來 人數有完再苦關 這表示目前新冠造成的危害有完比流感更大 這些比較危險的症狀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去就醫 醫所表示 台北婚西方跟黨情侯犯 都沒有作優惠 尤其是有個危險他們做的老大人 所以在國內慢慢放鬆的東西 郭輝賢君議員願意做新冠疫苗 來保護自己和親人萬里黨情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維持人